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个兜卡的视频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搭建你的缓存服务器Ladies 是这样 咱们在做系统设计的时候 不能说是光有数据库 对吧 客户端访问过来之后 咱们所有的请求都会访问数据库 这个在小系统中是可以的 大系统中是极力不推荐的 特别是门户网站 更不推荐每次都访问数据库 这样会增加数据库的负担 那么该怎么做 一般来说 咱们会增加一个缓存服务器 然后咱们设定一个缓存的规则 比如说 用户在10秒钟之内发同样的请求 则不访问数据库 而访问咱们的缓存服务器 既减轻了数据库的压力 又增加了用户存取的速度 何乐而不为呢 今天咱们就给您讲解一下 缓存服务器Ladies的搭建 好 那咱们马上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 使用Doka技术 搭建一个Ladies的服务器 该怎么做 首先说 如果没用过Ladies的朋友 咱们可访问一下Ladies的官网 看它是一个什么样子 是吧 好 咱们试试 马上开始 我这开一个clom 然后访问一下 go 大家请看 这就是Ladies的官网 非常的简洁 对吧 非常的不错 有兴趣吗 访问可以看一看 里面有详细的关于Ladies的使用的说明 今天咱们就用Ladies怎么来搭建 马上开始 这是它官网 有兴趣可以访问一下 回到咱们的客舰 然后是这样 咱们如果想用Doka来搭建Ladies服务器的话 咱们需要用到Doka的镜像 对不对 Doka的镜像从哪个地方取得呢 大家请看 就是这个UIL 咱们访问一下 这个是Doka给咱们的官方Ladies的镜像 咱们拿来直接就可以使用 非常的简单 我非常的推荐 这是它的官网 这个Description 这个是对这个Doka镜像 该怎么使用的一些个描述 这个地方大概都能够看得到 最简单的使用方法 这个地方都有 好吧 OK 然后目前它给咱们提供了 哪些个镜像客业用 大家请看 这个是支持的一些个标记 标签 咱们从这个里面选择 咱们所需要的Doka的镜像文件 好吧 大家请看 最新的版本是6.0.5 而且这下面还带了好多操作系统 我今天给您选择 是这个Alpine的操作系统 这是微核的Linux 好 咱们先少去 那就干吧 是吧 好 OK 怎么干 实战演习 今天的内容不是很多 咱们快速把它讲解完 让您快速的了解 如何用Doka搭建 咱们的缓存服务器 怎么做 首先开个中断 开个中断 好 然后我把这个字体调到 您能够看清的地步 没问题吧 OK 咱就这个字体大小 然后咱们干什么 咱们先下载 Ladies最新的镜像文件 是这样 我先不下载 我先Doka SUDO 是吧 Doka 咱们先看一下 我本地有哪些个镜像文件 已经下载的 因为我是最新的Ubuntu 对吧 所以说 什么都没下载 我不拿以前的Ubuntu 给您做课件了 咱们用最新的Ubuntu 那咱们重新下载 试试 怎么干 是这样 如果您的Ubuntu还没有装Doka 我第二期给您做了一个如何安装Doka的顺序 您按照那个顺序 就能够快速的安装出Doka 好 咱们先手续马上开始 咱们从DokaHub服务器 把Ladies拉下来 好 试一试 够 相当于是下载的过程 够 OK 速度并不慢 清一下屏 然后看一下咱们是不是下载成功 大家请看下载哪个信息库 Ladies 它给打的标签 什么叫标签 就是这个release的版本号 对吧 是605Alpine 咱们就用它来搭建咱们的缓存服务器 马上试一下 该怎么做 请看 首先是这样 咱们可以运行缓存服务器 但是默认情况下 它里面会建立好多的文件 特别是永久化的文件 那么会存到缓存服务器自己的镜像里面 或者说是容器里面 不便于咱的管理 咱希望在咱们本地 服务器的本地 咱们建一个文件夹 然后咱们在启动容器服务的时候 让它存储的任何的物理文件 存储到咱们本地文件夹 咱们的容器 或者说container 仅仅是一个运行时就运行 不用时我就扔掉了这么一个角色 真正咱们的数据 是要放到咱们服务器本地的文件夹 对不对 咱们就先做这一步 大家请看这 建立Ladies永久化的卷标 什么叫卷标 你就把理解为是本地一个文件夹就可以 它是一个目录结构 咱们试试 用Doka Volume Create 然后给一个名 我的名字叫做V下化线Ladies Data 咱们建这么一个卷标 或者建这么一个目录都可以 Go 马上开始 建完了 非常快 因为零字节 然后咱们看一下我本地的卷标 是不是建立成功 试想 Go 没问题吧 我建了一个本地卷标 名字叫这个 那么咱们既然有了本地卷了 那么咱们在运行 咱们Ladies服务器的时候 就可以指定物理卷 或者说物理文件夹 让它以后保存的任何数据 都存到我本地文件夹下 而不要存到容器里面去 好吧 怎么做 看下面这一步 As you do 没问题 Doka 然后运行 然后运行给个服务名 我就叫Ladies1 这是咱们以后运行Ladies的容器的名称 然后-V指定一个 我本地的文件夹 或者是卷的目录 好吧 OK 然后这样的话 这个Doka就直接用咱们本地目录了 就不再用容器中的内部目录了 OK 然后咱们做一个端口映射 让容器中的6379的端口映射到本地 因为Ladies默认的端口号是6379 OK 再接下来 是-D 这是精灵县程运行 然后运行哪个image 镜像 刚刚咱们下载的 对吧 Ladies605 Allopan 然后咱们干什么 启动容器里面的 一个叫做LadiesServer 这么一个命令 把容器启动起来 对吧 然后 大家请看 这个是AppendOnlyYes 这是什么 这是让内部的数据可以持久化 好吧 再接下来 需要一个口令 为什么需要口令 因为咱们这个容器 或者说咱们这个缓存服务器 不是世人就能访问 这不行 这有安全漏洞 咱们至少给个口令 不能说让所有的客户端 都能够直接访问到 对吧 这个地方我给出是最弱八位 12345678 您在业务过程中 要给它起一个非常长一点的名字 好不好 OK 那咱们就执行一下 注意看 Go 我先清评 然后指定本地卷标 然后运行它 运行起来 运行起来之后 怎么样 咱们需要看一下本地的容器 是否运行起来 注意看 大家请看 这是一个随机的ID 然后这是咱们所使用的镜像的名称 这个是内部之星的一些个命令 细节咱们不用管 然后这是8秒钟前运行 然后已经运行6秒钟 对吧 然后大家请看 这把端口映射出来 同样这个容器名叫做Ladies1 Ladies1 刚才咱们这个命令中已经指定了 对吧 OK 说明咱们成功的运行了一个Ladies缓存服务器 那么咱们需要看一下 是不是运行 它的端口是多少 6379 对吧 咱们使用NiteState这个命令 去看一下 是不是已经打开了6379这个端口 Go 不好意思 因为我是第一次 刚刚新装系统 所以说NiteState还没有 咱们安装一下这个工具就完了 非常简单 一行命令就能搞定 OK 清屏 先少叙 咱们再来一遍 Go 大家请看 我本地的端口号已经打开了 对吧 比如说您再开一个Postray 您开NGX Apaq 都可以 这地方都能看到 您本地网卡绑定哪些端口 在这地方都能够显示出来 OK 咱们启动了吧 启动之后 那么接下来咱们干什么 大家请看 我可以进入这个容器 我进去 好吧 我进去之后干什么 我执行一个TOP命令 看看这个容器里面都在运行哪些个进程 可以吧 可以 OK 试一下 Go 大家注意看 先清评 Go 大家请看 这个容器启动起来 就这么两行命令 一个是这个Ladies Server 这个服务器自身的这个命令程序 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现在正在运行TOP 就是两个进程 没别进程了 对吧 OK 试补咱们这个容器彻底启动成功 没问题吧 OK 那么接下来咱们干什么 我这个缓存服务器已经搭建好了 接下来我要访问它 我要去使用一下行不行 OK 咱们使用 假说 假定说 咱们这个服务器启动起来 咱们找另外一台机器 因为我今天给你演示 我只能是一台机器 对吧 我在另外一台机器上 我装一个Ladies的客户端工具 然后再从另外机器访问过来 是可以的 但是今天我给你做的是本地操作 您在网络的服务器上是可以做的 好 咱们试试 我在我本地先装一个Ladies的客户端工具 因为应该马上就能够装好 非常的棒 装完之后 然后咱们使用Ladies的客户端命令 -H是要连接哪台服务器 这是指定IP 因为我是本机就指定本机 -P6379 这是刚才的6379 -A 给一个口令 这个口令就是咱们在启动容器时 所设的这个口令 不给口令 是不能够运行的 好 试一下 Go 马上运行 大家请看 我现在进入到这客户端工具的模式 在这个里面 咱们干什么 大家请看 我给您简单列出了几个 咱先拼 看它拼碰行不行 咱们先对它拼一下 它拼回来了 试试什么 试试咱们建立的这个服务器应答了 如果拼完之后 什么都没有 也没连接上 那就 就没有拼了 对吧 现在咱就拼过来了 对吧 咱们拼它一下 它拼过来了 试试 有握手 好 咱们握上了 握上之后 打个info 看看你都有什么信息 咱们再发送一个 是这样 这些多如牛毛的命令 您从它的官网就能够看到 如果有对latest的服务器感兴趣朋友 我可以再做一套latest的课程 给您讲一下 咱们项目中 如何搭配缓存cache服务器 这个对咱们资源的节省 也非常有好处 有机会咱们再说 OK 包括AWS 也提供了很多cache的功能 好 咱们ping也通了 然后信息也显示出来了 接下来咱们往缓存服务器中 加一个数据 加一个直value段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比如说咱们运用法国过来了 咱们可能从数据库中取完数据 然后咱们把数据返回给客户端 同时存到咱们的缓存服务器 怎么存 就现在这个命名 set 然后用户再过来的时候 比如说咱们设定一个策略 10秒钟之内又过来了 而且参数都一样 咱们就别去数据库了 对吧 咱们直接去缓存拿出来 对吧 咱们现在就是要设置缓存服务器 我给了一个叫dat01 直是hello ladies 咱们试一下 我清一下屏 然后试一下 setdat01 我给这么一个key 然后里面直是hello ladies 好 OK 说明咱们在咱们的缓存服务器中 增加了一个数据 对吧 然后咱们怎么看到它 或者说怎么取得到它 用getdat01 取回来了吧 换句话说 咱跟这个缓存服务器正常通信 咱们设定一个直 又能够读出来 对吧 非常的不错 好 接下来再设一个 dat02叫口妈video 行不行 也没问题 然后咱们getdat02 也能出来 然后再给您介绍一个命令 keys 这看一下缓存服务器 目前都存了哪些个数据 这key能不能出来 注意看 大家请看 目前我只存了两个数据 这个地方缓存服务器 给咱回来的是两个数据 没问题吧 OK 然后 因为咱们现在这个是客户端 所以咱们点exit退出 OK 这就是简单的使用Doka 进行Ladies缓存服务器搭建的具体的步骤 以及我给您演示了一下 如何简单的使用它 您是不是觉得是非常的简单 有了Doka之后 咱们的工作效率 真是有很大的提升 所以说我极力推荐给您 不管是实际生产环境 还是您的开发环境 我觉得都会用到Doka的功能 我是非常的喜欢 推荐给您 OK 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了 下面是我GitHub的网址 然后commavideo.com是我的官网 有趣的朋友可以访问一下吧 OK 今天的视频就是这么多了 希望对您的工作学习有所帮助 如果您喜欢的话 就订阅一下 那么咱们在下期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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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